我們現在講到第三卷,第三卷的篇幅不是很長的,但是討論也挺複雜 你可以看成是Adam Smith對歷史發展或經濟發展的一套理論 這套理論也有少許事實支持,不過很多地方都可以說是一種假說或猜想 所以其實後世都會將他這種看歷史的方法,叫猜想性的歷史 來形容他這種比較特別的討論歷史發展方法 我題目叫什麼?of the difference progress of Putin's different nations 他意思是解釋不同國家之間如何發展或如何發達的一些不同軌跡 第一章是解釋自然而言,如果沒有政府的阻撓或意外 到底應該如何發展?這個可以說是一個標準 而之後講的是歐洲為何與這種自然的方法不同 他最開始講的是什麼呢?他就說這個subsistence 照顧自己需要的東西,譬如你有得吃,你不會餓死,你有地方住,你有衣服穿 這些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東西,而你滿足了這些要求之後,你就會去下一項 就叫什麼?就是convenience and luxury 就說你會想一些,可能你吃東西會吃好些,你住屋會住好些,你穿衣服會好些 你會想一些奢侈品,要不就是奢侈品,luxury,要不就是convenience 意思就是說你會想一些辦法去買些東西回來,去方便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就簡單些了,那就是說你先有這個農業,因為農業就照顧你基本所要 然後才有製造業,就是這些奢侈品或者科技發明的東西 也就是說你會先發展這個城市,然後才發展這個鄉村,然後才發展城市 這就是一個自然的軌跡,根據這個說法 他就說什麼呢?他就說 那就是所有的東西,在必須和製造,都不是在各個國家 不是在所有國家都有這種次序出現的,就是先鄉村後城市 不過是什麼? In every particular country promoted by the natural incarnation of man 就是說,在每一個地方都好,就算他有沒有這個次序都好 人的傾向的天性,都是會促成這一種的次序的出現 或者將發展去推向這一種次序 那什麼人性呢?其實呢 第一種是說什麼?是一個實際的考慮 他就說,如果你是一個資本家,好不好? 你就會覺得,如果我的投資是在我面前的,我是很清楚看到的 例如他在我面前一塊地,我投資到一塊地,我就這麼多 就是我不會,我不需要看其他東西的 所以就說什麼? more under his view and command 就是你能夠比較直接去管理的東西 以及怎樣? and less liable to accidents 就是說,你除了自然天氣這些災害之外 你是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 因為一塊地就種了這麼多東西,就這麼多東西 就是不會有很多的意外 不過,如果你是從事貿易,如果你是一個trader的話 你就什麼?你就會有the winds and the waves 你面對那個自然風險一來已經高很多了 因為你的船隨時會沉不住了 不止的,還有什麼? uncertain elements of human fully injustice 就是說,你會面對很多人事的一些複雜的東西 就是你可能會被人騙 或者你會騙人 或者人家會做錯事,會害你 以及說 by giving credit in distant countries to men with whose character and situation you can celebrate and thoroughly acquainted 就是說,你是要跟外國一些人去打交道的 而那些人,他的性格也好 或者他的情況也好 你都不是很熟悉的 即是不同 你跟一個在你隔離村的人去做生意 那你會知道他誰 他就知道你誰 但是如果你跟一個外國一個 就是三甲不識七的人去做生意的話 你要面對的風險也會大了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所以,人是有傾向把資本 是投資在土地上自己看到的東西 然後不拿出去的 這也是回頭,就是為什麼人的傾向 是會喜歡鄉村多於城市的 第二就是跟人的天性的關係 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the beauty of a country besides the pleasures of a country life the tranquility of mind which you put promises and whatever the injustice of human art is not disturb it the independence which is the force 即是說什麼呢 他就說,在鄉村地方 你風景優美 你又很開心 你又很寧靜 你心靈得到穩定 你也很獨立 你可以自給自足 他這裡的說法 是有十八世紀的背景的 因為在他的年代 大城市 譬如你倫敦 譬如你愛丁堡 甚至格拉斯國也好 其實一些比較城市化的地方 都是污染漲氣的 污染又很嚴重 你罪案又很高 而且你又很亂 因為你很窮的人 和很有錢的人 都同時存在 衛生情況也很差 所以其實對Elon Smith來說 在城市的生活 是不太好的 感覺是不太正面的 不過如果你在鄉村的話 那就很開心快樂 所以當然你這個比較 其實直到現在也好 都多少是成立的 就是你覺得城市很吵 很多噪音 很多污染 但是你去到鄉村 你就覺得很自然 很舒服 所以他就說 人是有這個傾向 是有這個傾向 是喜歡荒廢鄉村的 他之後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在歐洲的情況 是完全相反的 完全相反的意思是 就是完全不斷 他說 是因為歐洲 是有很多的法例也好 社會發展也好 或者歷史的意外也好 是令他有這個 unnatural and retrograde order 就是說 他令到歐洲的法治是剛剛倒轉了 是先由城市發達得很厲害 然後城市發達帶旺那個鄉村 是剛剛倒轉的 接下來的三節 三章 其實就是想解釋 為什麼這個倒轉了的法治會出現 第二章 這個題目很長 叫做 The Discourage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Ancient State of Europe Out of Fall Roman Empire 就說 在農曼帝國衰亡之後 歐洲為什麼會發展出一套的傾向呢 就是不鼓勵農業 或者是阻礙農業的發展 他就提出了一個 法律或者社會規範的解釋 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The Law of Primogeniture和Entails The Law of Primogeniture是什麼呢 和什麼叫entails呢 這兩個都是一些法律術語 其實他想說什麼 他就說 engrossing of uncultivated land 就是說 為什麼歐洲的發展 就是有少數人霸佔了很多土地 而這些少數人 未必那麼有動機 去發展這些土地 去改善這些土地的肥沃程度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兩個法例 那這兩個是什麼法例來的呢 他這本書裡也解釋了不少 不過他的解釋就不太容易明白了 所以我就上網去找一找 那找了什麼呢 其實如果大家早年有看過一套電視 叫做Downton Abbey 也會知道這些概念 在那套劇裡面出現了很多次 我沒有看了 所以就上網去找一些相關的資料 這個網頁我純粹想去找什麼呢 這個網頁是關於Jane Austen的網頁 他不知道為什麼就講到Downton Abbey 他裡面就找了一個律師去解釋這兩個問題 什麼叫做Primogeniture 什麼叫做Entails Primogeniture 其實就解決一個問題 解決Division這個問題 Division是什麼 就是說它是長子繼承 即是它不讓土地分給其他的後代 所以就集中在一個的後代裡面 這個就是防止Division的出現 第二就是entails entails entails是什麼呢 entails就是防止Decipation Decipation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你可能長子繼承了 但你就很不生性 你值得錢 你欠了很多錢 那你就想賣地還債 這個entails這個法例 就是防止你將土地 將你家族的產業去變賣 所以一個就是防止Division 一個就是防止Decipation 所以你回到頭 你見到就對了 因爲它這裡就說 那些Primogeniture 就避免它們 從Divided by Succession 而entails就是 就是防止Decipation 所以其實它的意思也是一樣的 就是兩種的法例也好 都是令到土地高度集中 那土地高度集中 剛才說過 那有什麼不好處呢 就是我這麼多土地 我都管不了這麼多 那我又不需要靠 去用這些土地去養自己 因爲我可能其實我隨便做話也夠了 那所以呢 這一種這樣的土地集中 是不是很鼓勵到農業 其實不像的 他就說 除此之外 和當時的封建制度 地方的霸主 他也是會收重稅的 因爲他們互相之間 經常打來打去 所以他很需要去籌集資金 所以呢 這些地方的霸主 就抽好重稅 而這些很重稅 亦都是令到農業發展 是很難做得好 所以他就說 Under all these discouragements the little improvement could be expected from the occupiers of land 就是很難期待 是會有很多的 improvement 出現的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ith all the liberty and security The rich talk and give must always improve from the greatest advantages 就是說 你要發展農業 就算你自由 就算你安全 就算你沒有人搞亂也好 你也是會有很多的障礙 不止的 而且他就說 歐洲那時候 就是這個 我想是 羅馬帝國 所以我也知道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有很多法例 是防止 或者阻止農業生產者去做事 例如什麼呢 例如他就說 The general prohibition of the exportation of coin without a special license 就說 你要出口農糧食 就是農作物 是要經過很多關卡 你要申請 以及就算你有一個 license 你也不是說 要出多少是多少 因為很多事負的市況 要保護自己的國家 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 absurd laws again and gross be greatest for starters and by the preferences of fairs and markets 這些是說什麼的呢 這些可以說 就是防止農 農作物擁有者 譬如你種的農作物出來 你不是說賣就賣 你賣得太少也不行 因為說你會儲了一些糧 希望可以遲些高價去買 就是你團職 你又不可以太便宜 太便宜又會被人說 你是不是想打擊其他對手 總之你買得太便宜 買得太貴也好 買得太多太少也好 你都會面對 可能會面對很多法律的問題 還有呢 你不是說賣就賣 就是你要參與這些 你要去市集賣東西 也都是有很多的認證 的申請 的監管 所以你作為一個農業生產者 你會發覺你去到哪裏 都會面對重重的掣肘 是令到你很難做生意的 他講完第二章之後 就跳了第三章 我很快講第三章 因為第四章比較長一點 所以我們下次再講 第三章是說什麼呢 就是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itizen towns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就說什麼呢 就說 在農業被窒外的同時 城市 即urban area 是有個很急速的發展 為什麼呢 其實他就講了一個故事 這就是小字句中 所謂猜想式的歷史的出現 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the inhabitants of citizen boroughs consider as single individual 他就說 在城市住的人 他很有錢的 就是做貿易 做生意 他很有錢的 那他就怎樣呢 他就要想想 到底我怎樣去防衛自己 因為我這麼多人 我這麼多錢 就一定有人會侯著我 所以會怎樣呢 所以他們進入 the league of mutual defense with the neighbors 就說 在城市的人 他是會聚在一起 希望可以抵抗這個侵略 那什麼人會侵略他呢 就是那些封建 的土皇帝 山寨王 他們會怎樣呢 他們會 一來呢 他們是despise the burghers 就是 他是看不起那些城市人的 因為城市人 你做商人 你做貿易 你沒有什麼名銜頭 名號的 你不是貴族 你純粹賺錢 但是那些套戶 每個都有十九個梯圖 如果你那些人 見到那些商人這麼有錢 他們就會妒忌你 就想搶你的東西 所以怎樣呢 所以他就說 the wealth of the burghers never fare to provoke the envy of the nation 就令到他們很葡萄 那葡萄會怎樣呢 they plunder them upon every occasion without mercy or remorse 就說 經常都會搶其他的東西 所以城市人 只要他有錢 他就會受到這個暴力的威脅 暴力的威脅與此同時 他們其實就找到一個 你可以說 一個很自然的同盟 什麼同盟呢 就是皇帝 因為雖知道 在封建年代 皇帝的權力是很弱的 你可以想像中央很弱雞 但是地方很強壞 所以地方之間經常打來打去 甚至和皇帝都會打 所以經常打來打去 所以怎樣呢 所以城市人和皇帝 達成了一個 互相保護的一個結盟 就說 Mutual interest staff would dispose them and support the king and the king will support them against the law 就說 他們之間都會互相支持 那皇帝怎樣支持城市呢 他就開放了城市 將城市變得自由 以及不管他們 所以呢 這個同盟呢 是帶脅了 城市發展得很快 例如什麼的 著數呢 就是the privilege the privilege of making bylaws for the own government 建立自己的一套規管 自己的法律 that of building walls for their own defense 可以有國防 就是保護自己 成場 and that of introducing reducing all the inhabitants under a sort of military discipline 甚至有自己的軍隊 有自己的軍事訓練 所以怎樣呢 he gave them all the means of secur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barons which is lost in his power to bestow 即是說 他是很放任他們去發展自己 而給他們的安全和自由 是等於那班的封建土皇帝 這麼有自由的 那他這一種是怎樣呢 他還不指的 還有就是說 那他給了這麼多自由的城市 那他拿些什麼呢 其實呢 在同時發展的一個 就是一個財政發展 或者政府財政發展 他問城市收稅很簡單 他問城市收稅 基本上就是純粹收人頭稅 純粹說你有多少人交多少稅 那稅就是很簡單的 稅就是很簡單的 所以簡單之餘 他們多時都有種的共識就是 你的皇帝就不要無緣無故問我搶錢 所以怎樣呢 All ground of jealousy and suspicion that he was ever after us oppressed them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城市人同時間 都是不需要擔心 這個皇帝會突然間改口去納他們的東西 因為呢 那皇帝也會靠他們的嘛 那所以呢 他們又可以放心 可以放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最終會怎樣呢 最終會令到城市出現了一個很繁榮 很安穩的一個氣象 就是什麼呢 Ordering Good Government Along with them th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individuals 兩件事的 一件事就是 政府管治就很有秩序 很好 第二就是 人呢 是有 liberty and security 什麼叫 liberty and security 一落他自己做自己的事 第二就是 他不需要再擔心會有外敵 那些lords 會去找他好處 不過與此同時呢 在鄉村 由於他沒有這種優惠 鄉村呢 依然是有 every sort of violence 的 那every sort of violence 意思是說 他們經常呢 都會被那些lords 去搶東西 因為他們很欺負 那會怎樣呢 今天有很多破壞的例子 那些鄉村的人 如果做得成功呢 你就反而會擔心的 因為擔心會被人搶錢 所以呢 會令到你呢 去發達 去上進那個動機 是低了很多的 不過城市就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那些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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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的人 夠用就算了 他們說不用就算了 因為我開心些 或者奢侈些 我就很糟糕了 不過 城市的人 反而可以超越這種 subsistence 的水平 然後去追尋 奢華的生活 因為他們有這種安全 所以 城市的發展 是先前了鄉村一步 那 還有呢 他就說 其實鄉村和城市之間 如果你是一個做得很好的農業者,他就會由他老闆分析 即是說,就算有任何的資產,你賺到錢,你賺到很多 你都想放在城市,甚至逃走去城市,去尋找你的安全,不要被人搶錢 所以他們會說,會躲在城市,希望可以發達 因為如果你發達,你不應該留在鄉村,你應該要衝去城市 不止的,其實之後為何城市可以發展得這麼好,然後這個鄉村又不太發達 因為你會想,如果城市這麼發達,你無論如何都要跟鄉村買東西 但問題是,我們要記得,如果城市很近岸,譬如說 他近的Seacoast,近的Nephidical River, are not necessarily confined and derived from the country and the neighborhood 他不一定要跟最貼著自己的鄉村去買東西 因為他有貿易,所以這樣又怎樣? A city may in this manner grow up to great wealth and splendor, while not only the country but all those to which he traded, were in prophecy and renchester 即是說,他買東西不一定要從他旁邊的鄉村賣 可以跟全世界所有鄉村賣 而全世界的鄉村都可以很窮的,唯獨這個城市很有錢 所以為何這個城市有錢,跟鄉村很窮呢? 是可以同時發生,因為城市不一定要跟他旁邊的鄉村去做生意 以及鄉村其實也促進了城市發展 為甚麼呢?他就說,如果你有一個內陸城市 那你農業發展得多好也好,你都運不到出去 因為你農業的東西很便宜 如果你運費這麼高,你不值 所以你就算有多少供應都好,你都不可以 不過,如果你的農業發展得好,你有很多供應 即是證明你的食物很便宜 你食物很便宜的話,就會吸引到一些人來住 那些人可以甚麼?那些人可以是workman 可以workman,即是他們從事一些製造業的東西 那他們就會聚在鄉村附近,因為東西便宜 那他們會怎樣?他們就開始 work up the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e which land produces and in exchange for the finished work and when is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it for more materials and provision 他其實是鼓勵了工業的出現 因為你在那裏生活指數這麼低 那他就方便工業發展 因為這些工人不用太貴 他們也可以很便宜地找到很多原材料 如是者會怎樣呢? 如是者會說 他是會帶動了這個城市的發展 即是鄉村發展成功是會帶... 即是他的東西便宜 是會帶動了城市發展的 所以他說什麼呢? As the fertility of the land has given birth to the manufacture so the progress of the manufacture reacts upon the land and increases still for this fertility 即是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的城市就會帶動到鄉村的發展 因為怎樣? 因為你... 你的colivator 那你那些種藝的人多了 那你就賣給... 那你就養著那些工人 那些工人都要吃東西的 那些工人都要吃東西的 所以他又要吃很多東西 所以互相之間呢 是有這樣的互相帶來的關係的 不過 去到某個位置呢 就沒有了 去到某個位置又怎樣? 去到某個位置呢 那個城市就不再需要靠你這個向喘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的工業發展得很繁榮 發展得很什麼? As the work improves and refines 即是說 你做的東西越來越精 你做的東西越來越精 的時候呢 那些東西真的很貴 很貴就可以賣給其他國家了 就可以 shipped to distant market 其實你就不需要靠你旁邊那個向喘 那所以怎麼說呢? 所以為什麼呢? 就說 the coin which could with difficulty have been carried abroad in its own shape is in this manner virtually exported in that of the company of the complete manufacture 就是說 糧食是不能出口以為太便宜 不過其實是間接地出口了 的 為什麼間接出口呢? 就是透過他養了這班這麼先進的工業呢 是透過出口的工業品呢 好像間接地把糧食賣給很遠的地方 不過其實這裡想說的是 他就說 在這個情況下 城市是可以發展得很好的 貿易可以很繁榮的 不過鄉村呢 不一定要由他這麼繁榮 因為城市已經不再需要靠他了